6月27日,OpenEye公布了一个名为Critic GPT的模型 用于查找和纠正GPT4输出中的错误 这相当于是为GPT专门训练出一个老师来改善它的输出 以实现多智能体协作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意味着左右互搏 这就意味着左脚踩右脚直接升天 这就意味着ChadGPT的AlphaGo时刻 上期视频的评论区就已经说明有此想法的朋友 绝非少数,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那这期我们就结合相关论文 来实际探寻一下情况是否属实 首先按照惯例,向圈外人士科普的基本概念 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已经熟知这个概念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下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大圆模型比作一只猫 那么要怎样做才能让猫猫的行为以我们的意志为基准呢 以B站UP主残猫李阿豹为例 当李阿豹的表现还不错 他的妈妈就会赏他快吃的 而当他自己动手抓 妈妈就会给他适度的敲打 这就是传统的强化学习训练方式 通过奖励和惩罚反复训练 李阿豹自然会学会克制住内心的狂野欲望 转而遵守人类的进餐礼仪 那么所谓的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就是在这种传统强化学习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入人类的反馈 也就是说除了奖励和惩罚之外 还明确告诉李阿豹 他的行为是否需要改进 以及应该如何改进 这样一来李阿豹就能更好地理解妈妈的意图 行为也会逐渐贴近妈妈的期望 直到被妈妈彻底驯化 而这个技巧也正是让GPT 从一个普通的字符补弯模型 成功蜕变为聊天机器人的关键性因素 它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几乎一切 能够被称为智能的表象 都依赖于在基础模型基础上 所进行的人类监督 反馈 驯化和引导 那我们假设有一天 李阿豹突然大彻大悟 开始张口讲话了 不但张口讲话 还跟他的妈妈大谈特谈 微分方程 康德尼采和量子掌握 那我想他的妈妈有切只有一个反应 这孩子给我省不讳了 这也正是本论文的研究动机所在 也就是说 随着AI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 人类对模型输出行为的评估 就会变得愈发困难 而模型的行为改进 却又严重依赖于人类反馈 那么当人类无法可靠的评估模型输出时 又该怎么办呢 这篇论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 单独训练出一个批评模型 来辅助人类评估 从而提高整体的评估能力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 OpenAI的超级对齐小组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在初始状态下 人类监督的肯定是比自己弱的AI 然而迟早有一天 人类需要监督比自己更强的AI 他们认为当时还没法直接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就先研究了类比情况 也就是弱模型能不能用来监督强模型 超级对齐小组认为这是可行的 因为他们认为预训练模型本身虽然还是一个未经雕琢的蒲玉 但已经蕴含了一切知识和能力 而后期的所谓对齐或微调 只不过是想办法将它的全部能力 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出来罢了 而这个引导者只需要具备引导的能力 并不必比预训练模型更强 拿龙珠打个比方 就好像说纳美克星大长老 单论战斗力会比午饭和小林强吗 但它有能力引发出二人的潜力 类似的道理 对这篇论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其实它更像是个概念检验 不仅存在重大的局限性 还留下了诸多并没有实际解决的问题 可即便如此 超级对齐小组还是将目光转向了 人类监督更强的模型的可能性 也就是这篇论文 论文的具体做法就是 首先从OpenEye的现有数据集中 收集大量GPT生成的代码片段 及其对应的任务描述 比如这个用Python创建N个列表的函书 然后故意帮程序员 让他们故意在代码片段里插bug 插bug的同时再写断对应的评语 目标就是让Critic GPT从这些数据中学会如何像真正的程序员一样 分析代码找出问题并给出评论 为了进一步提高Critic GPT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还让Critic GPT和普通GPT生成多个不同的评论 接着再让人类专家对这些评论打分 评价他们对错误的识别描述和分析是否到位 最后再根据这些人类专家的打分 利用强化学习调整Critic GPT的参数 让他生成的评论越来越符合人类专家的预期 主要方法就是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 论文还搞了个叫做FSBS的输出优化策略 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总之通过这个方法 论文希望能训练出一个能够辅助人类专家进行代码审查和错误分析的模型 从而提升整体的评估能力和效率 那么这样训练出来的Critic GPT究竟成果如何呢 从结果来看 无论是对于人为插入的错误 还是人类专家发现的错误 Critic GPT模型给出的评论都比普通GPT更全面 在Critic GPT的辅助下 人工审查的全面性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从另一张图来看 Critic GPT生成评论的幻觉也比Chad GPT来的少 但也必须注意到 在幻觉方面 它终究还是要高于人类 以上就是论文的基本内容 总的来说 这篇论文与它此前的姊妹篇一样 局限性非常大 依旧留下一堆并没有实际解决的问题 首先 这篇论文的对象仅局限于代码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够立竿见影对现实任务有所帮助 其实我认为选代码最大的原因是 相比自然语言代码的逻辑更清晰 而且和其他任务相比 数据足够充分 也有更明确的评估标准 作者说这种方法能扩展到任意任务 或许能吧 但我对实际效果深表欢迎 另外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方法其实严重依赖专家标注 差错误需要专家 写评语需要专家 给评语打分还是需要专家 如果追求通用性 意味着每个领域都要搞这么一通 而且还做不到一劳永逸 这不是又走上了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的回头路了吗 而且和以前专家写规则就会得到确定性结果不一样的是 现在把专家规则学完了也全都会变成概率性的不确定输出 第二个局限就是它仅限于简短答案 还是论文作者的推文 他自己也承认本来很期待Critic GPT能在复杂任务上有良好的表现 但实际上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即便如此 他依旧乐观的把希望寄托在更好的预讯量模型上 换句话说 他认为方法的效果之所以还不够好 是因为GPT的预训练模型还不够强 而认为预训练模型能够越来越强的信念 是值根于Skilling Loss永久有效这个信仰之上的 但我的疑问是 考虑到资源、成本、数据以及效率和收敛等一系列 在现实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Skilling Loss真的能够做到永久有效吗 第三 无论是作者的推文还是论文中的图表 都说明幻觉依旧是大问题 或者说语言模型的本质就决定了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根除的问题 但我的疑问是 这篇论文的研究动机是什么来着 难道不是因为人类监督员已经无法可靠评估模型输出的好坏 才特地如此大沸周章地训练出这么一个批评家模型吗 那针对依旧充满幻觉的Critic GPT 人类监督员难道就可以精确地评估其输出是好是坏吗 绕了这么一圈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像这些问题还在可以讨论的范围之内 但就像我在片头说的 有太多的朋友被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而陷入认知误区了 我这里就借着这篇论文 简单澄清几个特别常见的误区 首先就是当我们说某某AI很强 需要明确究竟是比人强还是比人类强 究竟是效率上的更强还是实力上的更强 或者说某某AI强 是否就真的可以等同于智能上的优越 做多为大数惩罚 计算器能秒出答案 这叫比人强 在几百万字的小说里搜索某个词 文本编辑器能迅速定位 这也叫比人强 可你会觉得计算器和文本编辑器比你更聪明更有智慧吗 不会 因为给你足够的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 你也可以做得到 这篇论文中所声称的Critic GPT 在挑Bug方面超越人类 我认为就属于这一种 我们甚至可以再退一步 也不需要把它看作一个智能体 就全当它只是个辅助人类挑Bug的工具 它就真的称职吗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上期视频评论区里 萌萌的德丽莎同学的留言 我觉得它讲的挺全面的 也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下面谈第二个误须 也就是很多朋友想象中的用模型来纠正模型 所谓的左脚踩右脚 首先这篇论文根本算不上左脚踩右脚 而是踩了一大群人头还飞不起来的那种 你看了论文就知道 它的定位就是作为人类查Bug的辅助工具 那可能大家就又冒出个疑问 既然已经证明了它的回答比人类更全面 为什么不干脆真的拿它来左脚踩右脚呢 也就是说直接拿Critic GPT模型去监督并批判GPT 利用它的评语来做强化学习 然后再进一步用改良后的GPT训练Critic GPT如此枉复 那不就和AlphaGo一样原地生鲜了吗 这样还完全省去了人工成本 那问题来了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或者再换个问法 你觉得如果真的这样操作 实际会怎么样 两个模型究竟会变得越来越强 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差 既然提到了超级对齐团队 那我就顺带再说个很多人的认知误区 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OpenAI解散超级对齐团队 只是职场斗争的结果 或者觉得伊利亚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奥特曼却根本不在乎 这种路线上的不同导致了超级对齐团队的解散 就是为了让AI不受任何安全限制肆意狂奔 但事实上第一奥特曼根本不可能忽视AI的安全问题 第二安全对齐只是对齐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是能力上的对齐 你看看超级对齐团队为二的这两篇论文 哪天是在讨论AI安全问题 如果只是职场斗争 完全可以在大换血之后继续运作 没必要彻底解散整个团队 我认为解散的主要原因就是 团队实际拿出来的成果和他们占用的公司资源 极度不匹配 从去年成立到今年解散 占用公司20%算力还不断往外撒钱 结果拿出的这两篇论文乏善可陈 最关键的是没有也不会对GPT的当前性能 造成实质性的改善 而与此相对 两项研究的局限性倒是显而易见 可针对这些局限的进一步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我看到的只是各种没可靠依据支撑的 We believe, we believe 搞得好像是个信仰团体一样 换你是老板你怎么想 作为超级对齐小组的一座 我认为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和出发点 是完全合理的 随着模型的能力增强 人类反馈的效用确实在逐步减弱 这也确实是制约目前大元模型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 然而 这篇论文的实际做法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 这篇论文说白了就是通过消耗大量人力 基于GPT微调出了一个能检查代码bug 但实际效果又不是那么理想的模型 重走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的老路不说 我也不太相信这种做法应用在其他非代码领域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不过作为超级对齐小组的原负责人 作者已经跳槽到了Anthropic 那就看看他今后在这条路线上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吧 话说前两天有个新闻 说是GPT5可能要拖到一年半以后才能发布 下一期如果没别的话题可能会聊聊这个 那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